然番剧场,然番啦! 芳琪心中好奇的是,母妖消失的这些年究竟去干了什么呀?想到这里,她当机询问道。 母妖,你为什么要去虚空世界? 虚空世界中有一座残破的巡浮岛屿,那里有上个纪元的生命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也是我了解世界真相的地方。 结果,就在那座岛屿被困住了,直到现在才得以解脱。 上个纪元? 风气愕然,你指的是住神所在的那个纪元。 母妖将嘴里的食物咽下,随后郑重地点头。 对,很有可能是住神所在的纪元留下的历史遗物,我在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没接触过住神吗? 我怎么可能接触过啊? 那是上个纪元,甚至数个纪元前的超级强者。 我诞生于这个纪元,当然不曾接触过住神。 听到这番话,风气顿时有些懵了。 他原本想询问沐瑶关于住神的信息,却没有想到沐瑶竟然也不了解住神。 那你可知道奇迹物品的来历。 奇迹物品的来历是始终困扰他的疑惑之一。 如果沐瑶无法给他答案,他就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真相。 我在那座奇迹岛屿上找到了一些残缺的信息片段,大致能够拼凑出一些答案。 奇迹物品应该是住神纪元的生命,留给这个纪元的生命的遗物。 听到沐瑶知晓这方面的信息,风气顿时来了兴趣,当即询问道。 能详细说说吗? 沐瑶并未解释这个问题,干饭的同时裹着腮帮子,说道。 其实,我与你一样,也曾怀疑过这个世界究竟是游戏还是真实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许多设定与人类灾变前研发的许多网络游戏十分相似。 其中,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领域世界与人类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但是网络游戏里我找到了答案,如果你玩过网络游戏,会发现领域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设定与游戏十分相似。 陈寅扮傻,沐瑶继续道。 人类世界就像是玩家的主世界,领域世界就像是玩家的攻略世界,也可以称之为副本世界,所以那里的世界被分割成一个个不同的小世界,就像是游戏里不同难度的副本,每个副本又有不同的种族,攻略后能产出不同的资源。 听到这里,风起忍不住皱眉,他怀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原因是来自于奇迹物品的许多功能。 此刻听沐瑶这么说,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是游戏的概率更大了。 领域世界,真如沐瑶所说,就像是游戏世界里的副本世界。 你的答案是什么? 嗯,不知道。 但沐瑶小胖子说,他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规则原理,觉得这个世界大概率是真的。 你和沐瑶的关系很好,风起愕然。 曾经关系不错,我时常去领域世界吃大餐,他也时常来人类世界游玩,直到他有了纠缠雀巢,想要将我吞噬的想法。 我发现沐的实力并不强,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将他杀死吧。 我只能杀死他的意识分身,想要将他彻底杀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领域世界的所有领域场全部击溃。 就像是你描述的1500年后,墨瑶将整个世界染成星红色一样,他与我之间只有一种死法,那就是被覆盖。 听了沐瑶的描述,风起内心对于人类世界与领域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沐瑶是太阳的意识分身,墨是墨月的意识分身。 它们分别代表人类世界与领域世界。 但是相比之下,墨瑶的作用显然比墨月更大一些。 同是世界意识的分身,墨瑶则代表了整个人类世界。 但是墨月无法完全代替领域世界。 即使没有了墨月,每个领域世界之内还有不同的小世界。 每个小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意识与规则。 但是人类却不能没有墨瑶。 如果墨瑶倒下了,属于人类世界的规则将会彻底的紊乱。 这也就是墨瑶说,如果领域世界将彻底的占领人类世界, 那么人类的成长上限将被压制。 无法开辟最适合人类的成长方式的原因。 也难怪历史中墨瑶要将符文改造计划设定为黎明君的主要成长路线之一。 这条道路固然不是首选,却必须要有。 万一哪天通天路的防线崩塌,令于世界彻底占领人类世界。 没有了太阳的人类将难寻出路。 思念通达,他忍不住暗暗点头。 此刻,他的心中还有诸多的疑惑,没有得到答案。 他望向墨瑶继续询问道, 墨瑶,我曾在一条时间线与墨有过接触。 他说,人类是致强者的封印器皿,这句话该怎么解读? 哦,这是我与他曾经探索一级岛屿的时候,通过那里残留的部分信息拼凑出的一种答案。 详细说说,你提供的任何情报,都会影响到我所制定的新的未来线。 嗯,我与墨瑶曾在探索一级岛屿时,了解过一段信息。 这段信息具体存在了多久,我也不清楚。 那段残留的破损信息,经过我们的解读,明白了大致意思。 听墨瑶说,这段信息应该是那些莫名死去的助神留下。 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与力量传承给下一个纪元的办法。 但他们似乎遇到了困局,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保留属于他们的痕迹。 我并没有听明白。 风希表情疑惑道。 举例来说,你想将一段信息保留下来,传给你的孙子,你会选择什么办法? 我记录信息的方法是笔记本。 风希果断回答道。 你的方法没错,但用笔记本来记录内容,就能记录多少? 助神们的知识无比浩瀚,即使将全世界的纸张都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记录。 更难的是,即使能够用纸张记录,这些知识又能保存多久? 别忘了,纸会被腐蚀。 除了纸张,人类最先进的记录手段在时间面前都净乎无效。 硬盘,数据库,乃至将文字刻在石块上。 这些手段或许能将信息记录百年,千年,万年。 可将时间拉长至一亿年,十亿年,百亿年,神类能够用于记录的手段将灰飞烟灭。 较远的未来不会留下任何属于人类的痕迹,一切都将在时间的腐蚀下明面。 即便强如诸神,也无法寻找到一种能够真正抗衡时间腐蚀的信息记录载体。 听到这番话,风气得心中疑惑。 我不理解,这与我们人类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啊,我与莫的发现能够证明,神类最初应该是由助神创造,且极有可能是助神生命的延续,亦或是助神的力量与知识的载体。 发现风气的表情逐渐懵逼了,母瑶继续解释道。 助神在研究如何储存知识与力量的时候发现,只有一种东西能够真正抵御时间的腐蚀,那就是生命传承。 用你能够理解的话来解释,一颗的DNA可储存455EB的信息量,所以人体DNA可以存储的信息量非常之庞大。 同时,DNA还能存储的信息复制传承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继续保留信息,然后再传给下一代。 这是一种生命传承接令,每次传承都是新生。